我是李怡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国际中心体育场 大家好 我是记者潘虫 我上海上岗队 关于这场比赛的一些 开战机 与江苏新英国队的 跟随 我是孙瑞 我在济南奥米中心 PP体育在现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大连市 中心体育场 PP体育记者 金梦杰 嗨 大家好 我是PP体育记者潘虫 今天又是记者书的 周六版本 那到了周六呢 就意味着 我又在家待了一个星期 不过呢 为了现在的 这样一个情况呢 我们还是一定要 耐得住寂寞 一直坚持熬下去 那么我们才能够 更好的抵挡疫情 接下来呢 记者说 为大家讲一下 国安的东西情况 在前几天呢 亚足联是刚刚 发布了这个官方发文 说是亚冠要 推迟时间开赛 但是呢 只有一场比赛 是例外的 就是国安对阵 泰国青睐联的那场比赛 那么那场比赛 例外的前提就是 他们如果想要 照常开赛的前提 就是国安必须 一直在韩国进行东讯 并且他们在队中 并没有发现任何 关于疫情方面的 这个异常才可以 那么国安在 得知了亚冠要推迟 开赛之后呢 其实也是第一时间 做出了反应 首先呢 他们就是决定 不会再回到中国 进行东讯 而是一直留在 韩国几州岛 因为他们觉得来回飞 对于球员的体能 也是一种消耗 那么除此之外呢 回到中国 其实也有很大的风险 所以他们决定 不做这种 对于球员来说 风险很大的事情 他们决定 一直留在冀州岛 对于这样一个 临时延长的 东训时间呢 国安不仅已经 做好了这个 后勤保障工作 并且教练组方面呢 也已经 为接下来的这个 球员呢 做好了延长的 一个训练的安排 那说到球员呢 就不得不提到 我们还没有归队的 于大宝和李磊 两位国角 他们两个呢 是因为签证的问题 所以说 之前没有拿到护照 不过据我得知呢 足协目前已经 为所有的国角 拿回了护照 现在每个人的护照 都已经到了自己的手里 但是呢 由于目前 韩国几州岛 已经暂时取消了 这个落地签的政策 所以说 于大宝和李磊 他们的这个 韩国签证 还没有办好 所以他们还是没有办法 去到韩国几州岛 归队东训 所以说 他们能做的 只是在家里 自行训练 并且是临时 即时的与这个 教练进行沟通 了解他们 球队 进行的一个训练计划 来给自己的训练 进行完善 那么现在 国安对于 两位球员的安排 就是先要看 与泰国青莱姨那场比赛 能不能够 按时在2月18号开梯 那么在决定 与两位球员 在哪里进行会合 除此之外呢 就是大家非常 关心的新元 杨帆 他的现在一个情况 杨帆呢 是已经离开了 天津太达 来到了北京 但是也是由于 这个韩国聚州岛 政策的问题呢 他暂时不能够 前往韩国 与球队一起动训 那他目前呢 也是留在北京 进行动训的 不过雷腾龙呢 也是在 昨天的时候 离队了 那么对于雷腾龙呢 我相信很多老粉 都是心中非常失落的 但是我们相信 这对于雷腾龙来说 可能也不失为 一个好的决定 我们也祝福雷腾龙 在接下来的 这个职业生涯当中 能够一帆风顺 好了 那么今天的记者说呢 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周六再见 也祝我们所有的球迷呢 能够扛过这一阵 然后都健健康康的 过完这个年 我们下周六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